見證人報告的身份站在這裡 從確診到治療到治療成功的虛弩歷程 我被胃死到逆流折磨了一年一個月 胃灼熱感、燒心、噁心、頭暈、胸口悶、食欲不振 這些症狀都出現了 那麼當時因為沒有經驗 因為胸口悶嘛 那當我胸口悶發作的時候 其實那個是胃死到逆流在作怪 但是因為沒有經驗 我應該是要去看腸胃科 偏偏我去掛心臟內科 到了晚上睡覺或者深夜又發作的時候 去掛急診 然後跟醫生說 醫生我胸口悶 那我直接跟他講說 我胃死到逆流折磨就好了嘛 照信電圖、照X光 甚至於照電腦斷層 OK啊沒有什麼事啊 林先生你完全正常啊 那麼他就開了預防血栓的藥 給我回家休息 你可能是太勞累了 你多休息 我外表在苦笑 其實我的內心在哭泣 就開始胡思亂想啦 對任何任何事情 一點興趣都沒有 東西也吃不下 而且易怒容易生氣 醫生診斷得了焦地症 而且跟我講說 佐藤先生至少要吃一年半 我說天呀 胃死到逆流折磨 要已經這麼多了 而且是長期要吃 你又給我加了焦地的藥 也是長期要吃的 痛苦萬 實在是走投無路了 只好上網查資料 看看網路裡面 有沒有專門治療這些病的診所 或者是醫院 結果看到了 有一家叫拉菲爾人本診所 我總共花了三個療程 前面那兩個療程 治療好之後回家 還是會有不舒服的症狀 那院長就跟我講說 林先生 治療期間難免齊齊齊齊齊的 到了第三療程開始 到現在到今天 剛好三個禮拜了 這種不舒服的症狀 從來沒有出現過了 你有什麼病痛 不要排擠他 不要抗拒 跟他做朋友 好好的跟他相似 最後會跟我們一樣 同獲新生 謝謝大家